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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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门啊 然然 然然 妈 我来跟她说 然然 你把门开开好不好 妈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太突然了 这么多年我 妈 奶奶 怎么样了 你怎么刚回来啊 这然然呢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繁锁自己在屋子里头 你怎么叫都不应生啊 也不出来吃东西 妈 妈 急死奶奶了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让莱莱跟她说 让我跟她说 然然啊 我是大姐 你把门开开 咱们有话好好说 还不开啊 这 这不就一把锁吗 直接把门敲敲开不就行了吗 非那么大劲 快 好 然然 大姐进来了啊 然然 人呢 妈 人 这 人呢 是啊 这 我看看妈妈 奶奶 妈妈 对不起 请原谅我再次离家 离开这个本来就不该属于我的家 你们不必找我 也无需联系 这两年来 我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习惯自己照顾自己 所以你们不必为我担心 我也不会想不开 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大姐 二姐 帮我都照顾妈妈和奶奶 日后有机会 我再来弥补自己的不孝 请你们多保重 这枚戒指 请戴凡物归原主 不孝女 杨欣然敬上 还是关机 妈 现在想起来啊 咱当初真不该逼着她结这个婚 妈 不是没有办法吧 她非得把那孩子留下来啊 你说一个好好的婚礼 闹成那样 不孝女 然然就够难受的 这又知道了她自个儿的身世 她现在知道我不是她亲妈 心里不定怎么怨我 她不回家了 她上哪儿去 新来 你们再去找着她 能找的地方咱们都找找 实在要是找不着 咱就抛警 让你再打打电话吧 喂 是不是然然回来了 我去开门 快快快快 然然 然然 你怎么来了 二姑娘 然然怎么样了 我也顾不上跟你们打招呼 不是 然然呢 然然这孩子怎么样了 是一员 搬个凳子过来吧 谢谢二姑娘 就不用给我倒水了 姐 亲家母啊 还亲家母呢 你儿子都逃婚了 从此以后我们两家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孩子我找了她半天 真是的 我一定把她给找了 她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手机也不开 我担心然然 等我把曹亮找来了 我让她跪在这儿给你们道歉 我要八抬大叫 把然然给抬回去 曹阿姨 你儿子欺骗我妹妹的感情不说 还来这么一出 这让然然的脸都给丢尽了 怎么着啊 你想道个歉就结束了呀 你想得也太美了吧你 我告诉你啊 从此以后我们两家人 是一丝一毫的关系都没有 我们老死不下我来 二姑娘 别把话说这么绝 你看然然 怀着我们曹姐的根呢 你说 你不忍心让孩子一生起来 见不着她爸爸 我妹妹貌若天仙 想娶她的人啊 从地球排到月球上去了 随便另一个来 都比你们家曹亮要强 曹亮是有好多毛病 可是你说这 你然然再结婚呢 可就是犯重婚罪呀 触犯法律 阿姨啊 重婚罪 我看你是糊涂了吧 我们之前说得好好的 先办婚礼后领证 这证 领了吗 没有吧 还重婚罪 您懂不懂法呀 我看啊 您现在当务之急 赶紧回家 好好教育下你那宝贝儿子 不要再出来 别了我 不要再出来 当混蛋了 行了 别啰嗦了 然然要是没什么事 你们给我个信 我就能放心 谢谢 林磊 阿姨 这是然然 要我们物归原主的 您现在明白她的态度了吧 曹亮做得实在太过分了 然然真的不能跟她在一起 您请回吧 我儿子是不懂事 我教育无方 我在这儿 替我儿子 给你们大家道个歉 曹阿姨 走吧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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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诺 等一下 你手机忘拿了 谢谢 你看你 粗心大意的样子 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先回去了 就这么就走了 以后分开的时候呢 都要这个样子 你一点都不懂得表达 好了 我不给你闹了 你先进去吧 我走了 嗯 拜拜 被我逮到了吧 怎么了 怎么了 沈岳哥哥 还拨拨啊 佳琳她 现在不是比较流行西方文化吗 佳琳又比较喜欢这个 所以所以她跟谁都这样 编 吉尔编 那佳琳怎么不跟我也这样 她为什么每一次跟我再见的时候 都不在我脸上拨一口再走啊 好了 我告诉你啊 我早就看出来了 丁佳琳那双眼睛 早就对你是桃花泛滥了 再见啊 是再见了 可心里边啊 一千一万个什么的你 胡说些什么呢你 我 我有胡说吗 不是 你小子昨天一晚上没回来 干什么去了 你别告诉我 你跟他一夜都在谈人生 谈理想什么的 你小子可以啊 吃完了一抹嘴不认账吗 谁你这么说 别别别别 我还没说完呢 不是 你还不好意思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大老爷们的 我可告诉你啊 其实呢 我早就看出来了 丁佳琳她呀 对你那意思早就是 图摸不轨了 早就对你是一往情深了 我觉得呀 这是一个好机会啊 人家可是千金大小姐 你可别发混啊 你俩要是在一块儿啊 当哥哥的脸上他多有面啊 唉善哟 唉善哟 看ilda 我说完了吗 说完了 我们来说完了 哎 哎你小子吃化肥了吗 跑那么快啊 freightushi 五十 你 宸向你借我那個 好好贏啦 贏我的個我塞在座上 來 我沒玩我改了 看你的電話也不接你跑哪去呢 你跑哪儿去 你 跑哪儿去 妈 妈 你别这样 你让人看见人家要报警的 这样我的脸面都没地儿放啊 我杀人家 让人给我撵出来啊你 那么大婚礼挂了你照片 你跑哪儿去了 你能不学好 你跟谁学的你 妈 我没准备好 你没准备好 我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大伙等着你呢 你跑哪儿去了你 我之前答应你是因为怕你生气 但是我真没准备好 我跟他现在即便是结婚了以后 我们也要天天吵架的 他现在根本就不喜欢我了 人家让人怀着你的孩子呢 我知道 就是因为这样 你觉得以后孩子生气 来天天看着我们俩吵架 这样对孩子好吗 管不了你我 妈 你相信我 我考虑好了 你要相信我 我找着你了 我就能回家了 亮哥 我来了 这是潮妈妈吧 是 我是潮妈妈 我就是那天婚礼上 怀大肚子的那个呀 你肚子呢 他肚子呢 我摔了一个枕头 哪儿的孩子 我装得像吧 像 我为你们吵架立功劳 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亮哥 我帮你这么大忙 你答应我的可不能反悔 好好好 那你先去老地方等我 我一会儿等着你 好吧 快去一年 走 妈 欠揍 你们这帮孩子 都一个一个的欠揍 这还有拖呢 太失望了 我对你 我太失望了 妈 你别这样 行了 你也长大了 我也管不了你了 我赶我的火车去 一会儿火车走了不等人 妈 妈 北京 那 这个请 好 谢谢 再见 请问周经理在吗 欣然 琪琪 大志 欣然 你说咱俩怎么总能碰见 你不是在那家服装定制店工作吗 你咋还跑着卖衣服来呀 行啊大美妙 你到底见多少纸啊 也不是坚持的 我 就是换工作而已 你那幸福美满的小生活怎么样啊 挺好的 反正就是过日子呗 行 欣然 你们家衣服都挺漂亮的 我想给我妈挑两件 行啊 那你喜欢我给你打折 好好好 谢谢 老婆 我看一下 谢谢 这女人哪 都一样 大志 你要是见到许诺 别告诉她 我在这儿伤疤好不好 这 这不好吧 谢谢啦 请问你们老板在吗 谢谢 先生 请喝杯水 谢谢 徐先生 有没有兴趣为我们公司设计画册和海报 当然有了 开总 那个作为一名设计师呢 能够看到这些赏金悦目的东西 本身是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情 那如果说能够为她锦上添花的话 那就更加好 那就好 听你这么说 说明你的职业敏感度很高 既然你能抓住这样的感觉 想必设计功底一定不可小觑 我这个人哪 最注重的就是品质 只要你的设计通得过的话呢 酬劳方面全都好上着 之前呢我经过你们的公司啊 看见里面贴的海报还是没有感觉 于是决定上门摆放看看 凯总您说的是这些海报是吗 他设计的呀 这顾客倍满意你知道吗 特别顾客特喜欢他做的海报 凯总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的心里就更有底了 那我在这呢 我想想跟您说一声就是 这个案子呢我非常愿意接 那如果说您愿意把它交给我的话 我肯定是尽我的权利把它做好 那就好啊 我首先呢 拿出一些设计酬劳作为定亲 来来 这些呢作为定亲 但是我有个要求啊 就是设计这个海报啊 我要求图文并茂 设计上一定要结合文字 文字不用多 但一定要简单 要把每件衣服的气质 都表达出来 要恰到好处 这个 凯总 怎么 有难度吗 凯总 不瞒您说话真有难度 您看我公司这规模呀 您说我们一般啊就出设计 就是文案都是客户直接提供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 是啊凯总 主要是这样 我们这里呢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员 去做这个文字部分的 那我 我们自己呢又怕做不好 所以我想问问 比如说像您的公司有没有 比较专业的人员 我们公司也没有啊 在以前呢我们这些东西都是直接外包的 是我考虑不周全哪 如果你们做出来的话 那就太遗憾了 我就是几个服装文案嘛 瞧把你俩给瞅了 夏琳啊我们在谈点公事呢 你怎么就来了 知道吗我大学的时候 要是没有考上管理学院的话 那我可就去念中文系了 我的文字能力可是相当强悍的 不是我说你要大致 如果没有人写文案的话 就不能找个外援吗 就因为这件小事 要让这么大的客户流量 那个夏琳呢 你这话的意思是想当我们的外援 如果你们热情来邀请的话 我可以考虑考虑 丁娜小姐 我从第一眼见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倍儿有演员 倍儿像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我们就是愉快的决定吧 我觉得这就是命运你知道吗 这是 我说大致啊 我们俩是不是兄弟 那是兄弟你明明知道 我跟嘉琳看见了以后就是尴尬 我躲都来不及 你倒好 直接让我们变成同事 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火坑 媳妇 你看这个人啊 得了便宜还卖关 你这不就大惡急啊 那就是 一点也没错 我看呀 姐妹丧心病房呢 你们俩这么快就开始 夫唱夫随了 你们有没有点事 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我 体贴一下我呢 不过咱话说回来啊 你看人家琳多长 二号不说统地支援我们 关键还是免费 你说要是没有她 咱这么 这么大笔单子 别丢了啊 你说嘉琳说免费 那咱们也就免费了 你不给别人钱 你心里说得过去吗 你今天怎么办事怎么一板一眼了呀 那我跟你说实话 我跟她见面就是尴尬 那现在既然已经成为同事了 我没有办法 那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 就是非常简单 非常单纯的同事关系 单纯的同事关系呢 本来就是历史搭档的 除了单纯的同事关系 你还想要什么 怎么的 巴不得 新生色相了 你说谁呢 喝酒喝酒 来 猜猜我是谁呀 除了我家女儿 谁会有这么大胆哪 爸 今天谢谢你了 臭丫头 没点难度 这个也要我做 我一把年纪了 你还让我当历史演员 不过 林基那演技可真是好 不做演员可惜了都 得了便宜还卖贵 你那个许诺呀 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感动的 我要的呢 才不是肤浅的感动 我要的是真挚的爱你 既然是这样 你这么早回来干吗 应该多待在她身边 多培养感情嘛 感情这个事情呢 欲速则不达 只要让她知道我在这单生意的重要性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呢得慢慢培养 这个叫做欲擒故纵 这个许诺真是有福啊 难得我女儿对她这么好啊 老爸 你觉得许诺这个人怎么样啊 要老爸把关 要老爸把关 那当然了 怎么样呢 小伙子嘛 不错 她弩斯文 老爸特别喜欢 真的 嗯 喂 我女儿的眼光 有比我差很远吗 我跟你说啊 好过你妈给你介绍的富二代啊 就是 老妈的眼光要像你这么开明就好了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不能自由谈个恋爱 非得讲究什么门当户对 你妈那个门第之剑 我给她讲过许多次了 但如果真想让她接受许诺 我想没那么容易 要下大功夫啊 总之啊 不要急 要想做佛跳墙 慢慢炖才行啊 炖什么呀 老婆 吓我一跳 怎么走路也没个声呢真是 这样就吓着你了 你们俩在做亏心事呢吧 我跟老爸聊个天 能做什么亏心事啊 对 难不成还怕我把你老公抢了 你得有这个本质 老婆 要不要喝汤 不喝了我刚吃完饭 佳琳啊 明天你应该去市场部了吧 怎么了 我让你在每一个部门轮轮转 是想让你多掌握点经验 我知道了嘛 你看我才去两三天 我现在不是把新画册的事情 都执行了吗 睡了好不好 这样我就放心了 今天我累死了 我先上去洗个澡 好好好 我帮你放水啊 老爸 你这老妈可真好 要是许诺有你一半的好就好了 你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好男人 老公抢老婆天经地义的嘛 哥啊 用江湖话说你今儿喝的叫不仗义 我怎么就不仗义了 我都已经喝很多了 我下次不跟你喝 别别别别 我给你鞠躬了 鞠躬了 鞠躬了 回家了快点 你不跟我喝 我找谁喝下 我找那个曹 曹涛喝下 这是 我最不喜欢这个颜色 我怎么可能都买 哎呦喂 说曹涛咋杀死我曹亮来着呢 冤家陆窄啊 曹亮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你怎么还在这里 跟其他女人乱来 你这样对得起欣然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我根本就没跟欣然结婚 我把她给揣了 你不是老情人吗 你怎么不知道啊 什么你揣的 那么应该是我把你揣的好吧 瞧你哪熊呀 连婚礼现场都没敢去 曹亮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欣然她已经怀孕了 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这个 我怎么知道那孩子是不是我的 你那么喜欢她 你娶她呀 直接喜当地多好呀 你个人渣 你混蛋是不是人渣 你个人 躲开 你别打开大架 这是我的事情 你多欺负人少是吗 我告诉你许诺 从今天开始 别让我在路上单独遇见你 来呀 今天就来呀 你找我呀 你找我呀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两年在欣然身上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一直以为她这么坚决地让我离开 是因为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幸福 而这种幸福呢 又是我无法给她的 也是她特别渴望得到的 所以为了让她幸福 我选择了离开 可是我真的没想到 怎么会这样 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曹亮这个畜生 别怪我 别怪我 我就不该拦着你 好好揍什么 也不知道欣然她现在怎么样了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知道她能挺过去 她能挺能过去 肯定特不容易 怪不得我上回见她的时候 好啊 老子 你看到欣然啊 你在哪儿见到欣然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告诉我 欣然她在哪儿 你真想知道 说 行 我说 好 您的快递到了 好 好 来 我来 来 我来 慢点 我来 谢谢 就算我见到了她 又能怎样 我能给她什么 我能再让她快乐起来吗 打开看看 颜大哥 你这是 是这样的啊 为了增强新客户的投资信心 以及对我们的信任度 我们公司啊 有一个和其他公司不一样的做法 就是将第一笔投资回报 实打实地折现 这样呢 也是其他任何一家竞争公司没有的 所以呢 这五千块钱就是美丽的 可可小姐的 所以 请落袋为安 请您收下 这 这才不到半个月 就赚了五千块了 这 这还不算快的呢 你知道我们那个产品吧 如果行情好的时候啊 就你那笔 自己一个月啊 赚个三四万跟玩的似的 真的呀 可不是吗 哎 不过以现在的目前的情况来说啊 已经非常理想了 要是用我们行内话来说 投资眼光最重要的就是三个字 快准狠 看准了抓住了 一切回报都来了 只要你有信心 一切皆有可能 等到啊 你的好运来的时候 你是挡都挡不住的呀 你只有敞开怀抱 尽情地接纳他吧 天哪 又是这样的感觉 春风拂面大卫平身 我好笨哪 怎么现在才想到投资 我白白浪费了多少光阴 一寸光阴一寸金 这说的都是真的呀 如果我能早点来投资 我现在早就不用当地摊王后了 尝到甜头了吧 开心了吧 这哪是什么回报啊 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怎么就这么聪明呢 不过见他笑得这么开心 我还真是不想看到他哭的样子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 都是出来讨生活的人 真的是对不住喽 颜大哥 你知道吗 我现在每次见到你 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你说我们要是早点认识 该有多好啊 其实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真的呀 不用了 不要 顾大哥 你说 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收益 我该怎么谢谢你啊 这话说的 你不是见外了不是吗 等你的投资啊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时候 我还得收你提成呢 但其实 其实什么 我只需要你的笑容就够了 严大哥 你看你 都知道嘴上 喝点茶吧 谢谢 进入帮来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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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帮帮 大姐 快看看 我有什么变化没有 没看出来 好好看看呀 好好看看 好好看看 你干吗那么心不在焉的呀 看什么呢 看得那么入神 装品信息啊 谁要找工作呀 你那么一惊一乍的干吗 不就是买个新包吗 你看到了 看到了你怎么不说呢 怎么样 国外的大品牌 今年特别流行这种亮色 你看这红色多正啊 好好看 这个牌子的包 少数亿得三四千块钱呢 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又把信用卡刷爆了 谁刷信用卡呀 我这是现金买的 不可能 你上个月还跟我哭穷呢 一下子哪来这么多钱 等实习成熟了再告诉你啊 实习成熟了也不用告诉我 我不感兴趣 你不感兴趣还问我 那姐你干吗去啊 净如约了我做SPA 待会儿去好不好 我们两个要谈事情 下回吧 你就带我去吧 好好看店 来 来 哎 那个招聘网已经看过了 你有什么收获没有啊 我就随便扫了几眼 我很忙人 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那些招聘的工作 都是要工作经验的 我哪有啊 欣蕾 你听我说啊 你太久太久没有工作了 刚开始出去肯定会很茫然 但是 你千万不要有压力 我们一起坐在一起去找 一定有希望的好不好 你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对了 高明伟那个混蛋 有没有什么新的蛛丝马迹啊 他出差都大半个月了 他在外面做什么我也看不到啊 那可不一定 你看不到但是你听得到呀 打电话的时候 你要注意每个细节 我们现在就要搜集各种证据 这样将来才能作为谈判的筹码 你知道吗 谈判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和他谈判 那是我曾经最亲密 最信任的人 无话不谈的人 可是现在 你好了好了 你怎么不想那么多 你天天想那么多不累吗 换我好点 咱们的毕业会你去不去 我呀 我还是不去了吧 你为什么不去呀 毕业十五年纪念 多有意义啊 你就当散散心去好不好 算了 我不去了 去了也没意思 我说你瞧瞧你自己 那我呢 我也是把专业权都忘了 刚才也不是老本行啊 你那不一样 你叫跨界成功 中医学院毕业后去转学法律 还当了律师 这整个城市也没有几个你这样的人 得了得了得了哈 那你别吹捧我了 先不说我啊 说你 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出来工作的话 这次聚会你必须得去 你听我的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你出去呼吸呼吸吸清清空气 接入新的资讯啊 再说了 最重要的是 这些可都是人脉呀 好 深堂驾到喽 今天小鱼放假 我亲手做给你喝的 学家不忙啊最近 那么闲 学生们要写论文 我就没事做喽 就算我没空 我还是要做给你喝 你尝一下看看 怎么样 小鱼每一回煮不是太淡了 就是太甜了 还是你了解我 正正好好特别好喝 没办法啦 我天生就是服侍老婆的 我回来了 回来得正好啊 快点坐下 我给你盛参汤喝 怎么这么晚回来 我去广告公司盯设计了 盯设计 要大小姐亲自出马呀 之前还让我多努力努力 现在我亲力亲为了 又嫌我浪费时间了 林伯伯的儿子快学生回国了 林伯伯 哪个林伯伯 就是按自然部公司参观 那个林伯伯 当时你也在 商量协会的会长 他呀 他儿子回国关我什么事啊 难不成还要我教他中文 少贫嘴啊 你忘了 小时候你们两个一块去 学小提琴来着 他到现在都放不下你 林伯伯说了 等他回国以后呢 你们俩一块吃一个饭 看看你们俩能不能发展发展 发展什么呀 我才不要跟他吃饭呢 这都小时候的事情了 我不去啊 我都答应人家了 妈 你怎么这样啊 都不问过我 喝东西 喝东西啊 有话慢慢说嘛 来 你怎么着急 你怎么着急 他在我宣伯 你海外 你不敢不舒服啊 你不敢不舒服啊 诺儿 你管我电脑干嘛呀 嗯 我正做文件的 嗯 我看下电脑 没事儿 你别把千万不能把我的东西弄丢了 许可 我电脑怎么打不开了 没有 我刚 我刚刚就看了一下电影 你看了什么电影 没看什么就 参老师那个 许可 你神经病啊 你竟然拿着我工作用的电脑 用来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里面的文件不见了怎么办 你知不知道我姑娘一定要拿着文件 去见客户的 我现在拿不出文件来 那你让我怎么跟客户交代啊 喂 周姐 你说有货送过来是不是 好 我知道了 拜拜 快看 他在这儿做个什么不肯定 他就是中毒了 他就是中毒了 一家可杀肚软件杀一下子不就行 以上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吗 您先别别着急 哥 我楼下网吧里面认识有人 网管小串弄这个人 要你修不了怎么办 修不了 哥给你买新的 你给我一台新电脑又能怎么样呢 我要的是里面的文件 现在里面的文件不见了 修哥 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出去一趟 你现在立刻马上把我的电脑恢复原样 最重要的是里面那个叫服装的那个文件夹 里面的东西一定不能丢知道吗 一天到晚不敢说事 曾老师 好小的啊 对着干什么吧 安排好了吧 都当着我收拾你 你忍着点一会儿可能会有点疼啊 忍着点 一会儿修好了 水开了 我先把水倒了 阿欣然 怎么了 欣然 阿欣然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这么疼 你是不是刚刚淋着雨以后感冒发烧了 我问你啊 家里有没有感冒药或退烧药吗 不错了 那你待会儿啊 我 我下去给你买 许诺 怎么了 外面下着雨呢 打把伞吧 我知道了 等着我啊 开火 сь尝%〔 buffet 咱尝$ 卖 哪儿 你就